俗话说怪事连年有就怕自己遇上了 这不在东风风情4S店买车的张先生 可谓是非常倒霉了 原本买到新车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张先生同样兴奋地把新买的车开了出去 可谁曾想刚出4S店门车子就熄火了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店家还以为张先生刚拿到新车比较紧张 也没有当回事 可是张先生继续开车 发现新买的车就是有问题 车子没走多远处 发动机竟然冒起了白烟 这下张先生再也忍不住了 就去找店家问话 经过检查 这辆新车发动机的一个螺丝忘了装置 并不是大问题 这还不是大问题 对于一辆车来说 不管是哪一个部件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一个螺丝也是必须存在的 张先生显然不是很满意 表明如果退100元就可以不用退车 那商家竟然说 我们的质量就是这样的 张先生就更生气了 想想自己新买的车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非常强硬的表示 会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这件事情 现在人们对车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 人们对车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希望商家在卖车时 可以保证最起码的质量问题 这样才能得到消费者的信任 如果车子一旦出了问题 其实解决也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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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